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身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包括独立建国在内的自决权 确认巴勒斯坦符合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资格 建议案例会重新积极审议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计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 中方支持案例会根据联大决议的要求 尽快重新审议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计 敦促有关国家 不要继续站在国际社会 国际道路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不要再为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设置障碍 决议对巴勒斯坦参与联合国活动和有关会议 做出进一步安排 赋予巴勒斯坦新的权利和特权 这些特殊安排是对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的补救 是对美国滥用否决权的纠偏 决议明确 有关安排属于例外 不构成先例 我们期待巴勒斯坦早日成为联合国政治会员国 同其他会员国一样 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 5月3日至9日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开展了第三轮穿透外交 先后访问了土耳其 埃及 沙特和阿联酋 各方都对当前冲突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表示担忧 各方也普遍赞同中方就呼吁局势降温 提出的以下主张 一 呼吁遵守为局势降温三原则 一是战场不外溢 防止战火烧到第三国 防止第三方卷入战事 二是战事不升级 不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与生化武器 反对攻击核设施 防止核灾难 不攻击平民 三是各方不拱火 避免采取任何不利于停火指战的言论和行动 二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 唯一可行出路 冲突当事方因为恢复直接对话创造条件 推动局势降温缓和 直至达成全面停火 三 加大对相关地区人道主义援助 改善人道主义状况 防止出现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冲突当事方应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 保护妇女 儿童等冲突受害者 尊重战俘基本权利 支持冲突当事方交换战俘 四 反对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防止核扩散 避免出现核危机 五 反对武装攻击核电站等核平和设施 各方军应遵守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法 坚决避免出现人为核事物 六 共同支持国际能源 金融 良貌运输等合作 共同维护油机管道 电力能源设施 海底光纳等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各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协调 同时欢迎国际社会支持推动局势降温的努力 共同为停火指战劝和促谈 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美国国务院的消息 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 日前在华盛顿举行 说公众们讨论在阳光之乡声明确定的 能源转型 温室气体排放 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率等领域的合作 想请问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对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有何评论 5月8日至9日 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 这次会议回顾了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围绕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确定的能源转型 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等领域 开展了深入讨论 并就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9次地约方大会成功举办相关多边议题 展开合作 双方计划在COP29期间 举办第二届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 并期待中美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活度 于5月29日至30日在加州伯克利举办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 美方一边表示愿与中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一边大肆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 扬言将对中国电动汽车 太阳能产品等加征高额关税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 不仅同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 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共识背倒而驰 也将损害世界经济绿色转型 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我们追踪美方不要一边修路一边挖坑 切实为中美欺变合作 和全球绿色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Regarding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what they said today The Coast Guard in Philippines said that they are committed to a presence at Sabina Sh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it also said China attempted to build an artificial island the Coast Guard there said it discovered piles of dirt and crushed corals dumped along the sandbars around the shoal and that it has been able to prevent China from carrying out reclamation activities there could we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at the shoal I have two parts for this question my first one is did China begin to reclaim land at the shoal and also did the Philippines approach Chinese vessels or personnel to stop reclamation activities there 非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 纯属造谣 今一个时期 非方多次散布谣言 蓄意抹黑中方 试图误导国际社会 这种行径是徒劳的 我们敦促非方 田银子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直面事实 尽快回到通过谈判协杀 夺处涉海分歧的正轨 我刚才已经讲了 所谓中国在咸明交天海遭陆 这完全是非方散布的谣言 是蓄意抹黑中方 目导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的言计 你提到的相关言论 纯属恶意抹黑之词 如果是一家客观的媒体 我想大家会发现 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公民 绝大多数都对祖国的发展壮大 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看到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册将于今日截止 台湾方面仍然没有收到 预会的邀请 与此同时 民进党当局称 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将会导致所谓国际防疫体系 出现缺口 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活动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号决议 确认的根本原则 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 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 见此 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这一决定 有充分理由和坚实法理依据 既是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也是为了捍卫联合国大会 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 严肃性和权威性 民进党当局和部分国家声称 不让台参加世卫大会 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 并以此为借口 鼓噪支持台 有意义的参与世卫组织 这完全是政治谎言 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 参与全球卫生事务 做出了妥协安排 过去一年 中国台湾共有21批24人次 提出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的申请 中国中央政府均予以批准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 联络点 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 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 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 也是大势所趋 中方做出不同意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前途 开历史倒车 绝无出路 任何打台湾牌 搞一台制华的图谋 都只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注定以失败告终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方高度重视 中俄两国元首外交 对于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 两国元首一直同意 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 向前发展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目前我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感谢观看